20世紀是中國是一個苦難的國家 先是外販不斷 而後50年來 又因意識形態的不同 造成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 激了同胞手之間的對立 與仇恨 鄧輝一向主張 在邁進21世紀的前夕 海峽雙彎 都應致力結束 歷史的悲劇 開創中國人幫中國人欣賜 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 有的知識制度 生活方式之爭 在這裡 我們根本沒有必要 也不可能 採行所謂台獨的路線 這十多年來 海峽兩岸 因為歷史因素 而各海分治 乃是事實 但是海峽雙彎 都以追求國家同意為目標 海峽兩岸 都應該正式處理 結束得對狀態這項重大問題 以便為追求 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 做出關鍵性的貢獻 鄧輝深信 在21世紀 中國人 必能完成 和平統一的歷史大業